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節我們會看一看 我們的實驗5.3 大題目就是去看看 Ions 的動動 Seeing Ions Move 那為什麼 Ions 能動動呢 因為 Ions 本身帶有一個 充電 要不就是 Cat Ion 本身是帶正的 或者 N Ion 本身是帶負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看到呢 因為有些 Ions 是有色的 當然我們只能看到 是有色的 Ions 的動動 那為什麼又會動動呢 那其實很簡單 因為呢 就同性相距而同性相吸 那所以呢 如果你給一個電腦 一個電腦給它 那它就會吸引 就是另一個 charge 的電腦 那實驗呢 我們有分了幾個的 那呢 就在影片裡面呢 我們會看到呢 其中兩個實驗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 A part 那 A part呢 就找一個 YouTube 那然後呢 就裝了一隻的 Cumper 這個Cumper 呢就是 Cumper 2 Dichromate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兩邊呢 就加了 一些的 Dilute Acid Dilute Dilute Acid 那是一些 氫酸來的 那就是幫助導電的 那這裡呢 就插了兩支呢 的電極 兩支呢 的 Electro 電極 那這個電極呢 一邊是 駁去正極 一邊呢 就駁去負的 OK 那Electro 它是用 Graphite 去做 那 Graphite 是倒電 還有呢 它本身也是便宜的 好 那首先呢 我們要知道 Cumper 2 Dichromate 的顏色 那 Cumper 2 本身呢 就是 藍色 Dichromate 就是 橙色 所以呢 它兩支東西呢 混合 呢 的顏色呢 就會是 少少 Brown 又有少少呢 是Green的 的 OK 那 綠綠的 啡啡的 這樣混合 的 那當它通電了一段時間呢 那應該你會見到呢 那個情況就是 在 這一節呢 就會產生 一些的 的 藍色 而這一節呢 就會見到有少少的 橙色的 OK 好啦 那為什麼呢 那 藍色呢 因為 那個 Cumper 2 那 Cumper 2 是帶 正的 而帶正呢 就會是 attract 就吸引了呢 去 Negative Electro 去那個 副極那裏 那裏 那所以呢 在這裏呢 副極 這一邊呢 就會見到 是藍色 就是來自 Cumper 2 的 那 另一方面呢 為什麼這邊是橙色呢 那 因為呢 Dichromate 本身是橙色呢 它是帶 負的電荷的 OK Negative Charge 那它也是呢 被吸引去到 正的 Electro 正的 電極那裏 那裏 吸引去正的電極那裏 那裏 那所以呢 你會見到呢 它是 在這一節呢 就有橙色了 那當然啦 橙色是這個Case呢 就是 就是 來自 Dichromate 的 OK 那這個呢 就是A Part 我們看到的東西 那 B Part 和C Part 是做什麼呢 那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B Part呢 它就利用一塊的 Micro Script Slide 即是呢 一塊玻璃片 那 然後呢 在上面呢 就放了 一個 的 Filter Paper 買了一張 Filter Paper 那 而這張 Filter Paper呢 本身是乾的 那它就不倒電了 那它呢 就找了一些 Ionic Compound 它本身又沒有顏色的 放進去 那 那 記住 一定是 是 模式 啦 還有呢 是 一個 Electro Light 來的 OK 那它才可以呢 幫手 倒電的 好啦 那在中間呢 找圓筆呢 就畫了一條 的線 那 不畫都可以的 其實 然後呢 在中間呢 就放了一粒 很細的 Crystal 那這粒 Crystal呢 就是 Potassium Permanganate 那 當然啦 Crystal可以融了下去 將Filter Paper的 水份 那裏 OK 那所以呢 實質上呢 它就不只是 Solid 那它慢慢呢 就會融解 就變了 是Potassium Permanganate 的Solution 那再找兩個鱷魚夾 就夾住兩邊 通電 那一邊呢 是薄正 一邊是薄負的 OK 好啦 過了一段時間呢 那你會發覺呢 這一邊呢 就會多了一些呢 是 紫色的 顏色了 或者我們叫它做 Purple Purple Patch 一些紫色的 顏色 或者區域 在這裏出現的 好啦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出現了這個紫色的 一個區域呢 好啦 那我們首先了解一下 Potassium Permangonate Permangonate 是什麼色呢 那Permangonate 就是 Purple Potassium Ion 是 Colorless 那 同樣道理 那 因為Potassium Ion 呢 就 帶 是 正電荷 那 它呢 就會被 attract 去到 負的 Electro OK 負的Electro 那 由於Potassium Ion是沒有色的 所以呢 就算Potassium Ion呢 移了過來呢 我們都看不到的 OK 所以呢 其實不是沒有的 不過呢 是Colorless 那我們看不到的 那 另一方面呢 因為Permangonate Ion 是 帶 負電荷 那它就被吸引了去 正那邊的Electro 那 所以呢 Permangonate 呢 就在這裏出現 還有呢 就出現了 是紫色的 顏色了 OK 好了 那 C那個呢 就 有少少不同了 那 我們就沒有這條片給大家看 不過呢 你可以呢 當一個練習 這樣 去看的 那 同樣 中間呢 就畫條線 那 一邊是鑑正極 一邊鑑褲 不過 今次呢 它就放了呢 兩顆Crystal 那 一顆呢 就是Cupar 2 Sulfate 另一顆呢 就是Potassium Dichromate 好了 你可以 想像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 Cupar 2 Sulfate 用了下水呢 就會有Cupar 2 Iron 和Sulfate Iron 出現 Sulfate 無色 Cupar 2 藍色 Potassium Dichromate Potassium Dichromate 無色 Dichromate 是橙色 Sulfate 無色 Dichromate 是橙色 是橙色 Sulfate 無色 Potassium Dichromate 副極這邊 Dichromate 就吸引了去 副極這邊 副極這邊 正極那邊 因為Dichromate 是橙色 所以 你會在這裏 看到 橙色的 Potassium Dichromate 是橙色 Potassium Dichromate 是橙色 Potassium Dichromate 是橙色 Potassium Dichromate 同樣情況 Cupar 2 因為是 藍色 還有 它是帶 正的 它會吸引到 副極那邊 所以 在這裏 你會見到 有藍色的情況 那 修肥 就帶褲 當然會吸引到 正那邊 因為它沒有色 所以你又看不到 如果它一直移動 Cupar 2 和Dichromate 應該會在中途 相遇 OK 好了 藍色 加 橙色 如果我們 根據第一個實驗 它就是 啡 中 帶綠 這樣的情況 所以 簡單來說 如果我把 一張紙 拆開 撇開任何的 紙 只看顏色 你應該會見到 有 藍色 橙色 還有 還有 有 啡 綠色 的 OK 好 這個就是 Seeing Iron Move的實驗 拜拜